这个国家到了这种上心病狂 就拿了百姓的钱完全不当钱 你知道头两天跟欧联盟的几个人说 我说你们这样弄中国钱 你们心里边安吗 你们舒服吗 他说Miles你不能这么说 中国人一年往外捐款多少钱 赞助多少钱 大家知道中共这几年往外习时代 习太阳上来往外实际捐款多少钱吗 官方统计六万亿人民币 这是中国说的 还有两万亿在对线的图上 事实多少钱我告诉你 12万亿美元 1.5万亿美金 12万亿人民币 1.5万亿美金 1.5万亿美金什么概念战友们 整个广东一年的GDP 老百姓都不吃不喝不尿给他 中国15万亿的GDP一年 也就剩下就是1万亿 就一年中国啥不干都给他 我们得到了什么 得到了从非洲来了几个大黑棍子 把中国的女性给戳的住医院了 然后中国女性嫁给了黑人 到了非洲以后 看到视频被打成那个样子 非洲人到了山东学校里边 一人睡两三个女学生 我说这个是不是事实 我没有种族歧视吧 我非洲很多朋友 坦三尼亚的好几个校长 是我的朋友 他说 如果你要是愿意做这个生意 我们愿意给你做 他说这个在中国 现在我们坦三尼亚今年最大的成就就是往中国派学生 我已经派了多少男的多少女的 大家去上场查一下坦三尼亚一个这么小的国家派出了400个男学生 一个女学生 就这个国家能把自己的儿女能把自己的同胞送给外国人睡觉 中国历史上还真没有多少个 过去有什么大汉朝 唐朝 宋朝 有质押 质子 大前朝 把自己的公主 什么王子压过去 咱俩不战争 那是几个 我没见过一亿国之力 这么干的 在历史上 我不懂 五胡乱华的时候 我估计也没有这么乱 也没那么惨